公開利益的 他說P是椭園上的一點 那這個是平面上的一個方向式 他問說 這個椭園上的一點 到達這一條直線的最大距離為何 那當他到達最大距離的時候 那麼P點又是哪一點 好,這我們稍微畫一下 那這個的話 半A的話4等於3 這一點是30 那這一點的話是02 那這條直線呢 我把它移過去以後 用絕距式 除過來的話 X的結距是故事 Y的結距是故事 所以這樣子 現在的話 這椭園上的一點 跟它最大距離為何 那我現在用那個參數式 我假設椭園上的一個動點 P就是SY 我把SY寫成參數式 X等於3 3 A就是3 3的平方 2的平方 3cos3 那Y的話是等於1 B的話是2 2 3cos3 好 那這個動點 把它帶 取什麼呢 取 它跟它的距離低 那我們就帶那個 平面上的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 這就更好多少 1平方加2平方 開更好 1平方 加負2平方 換分之絕對值 然後帶X 帶動點下去 這是3cos3 減掉 2Y Y的話最多4三形 再加10 好 要求這個最短距離 好 那我們等於什麼 等於要求這裡 這個最短距離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根號五分之這個東西 就是3cos4 整掉4s3 加10 好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我們把這個拿來討論 這要求這個絕對值的最小 3cos4 剪掉4s3 加10 好那我現在可以把它給這個 用那個正寧選的合併 把它合併起來 這是5可以抽出來了 那這個都多少呢 這令他等於cos5 就等於cos5 cos4 剪掉3x3 3x3 好 再加多少呢 再加10 其中cos5是多少呢 就是說 這如果是y cos5是5分之3 所以這是3 這是5 這是4 4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合併 合併成 你倍多少呢 cos4 4 5 cos4 4 5 再加10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於5 所以裡面的話它一定是大於5 所以裡面的話它一定是大於5 那你絕對值可以去掉 好 所以它是小於等於多少呢 小於等於這個 是代護一嘛 代一護一是5 所以它最小值的話是5 那最小值是5 代進去的話 不對啊 它用最大值 最大值的話 這個呢 最大值是1 所以最大值是15 這裡搞錯了 最大值的話是15 就是說 這個小於等於15 那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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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值 最大值是15 所以代進去15 所以說d 大m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等於 等於根號5分之15 所以是3根號 有理話嗎 這乘以根號5 乘以根號5 5約掉 535 是3根號5 那3根號5的話 那這時候 批點在哪一點 批點在哪一點的話 就是說 當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負一啊 等於負一的時候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sita 加phi這個角度 要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180度 不對 要等於正一啊 正一的話 就是要等於零 零度 等於零度 等於零度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呢 嗯 sita要等於多少 sita要等於呢 負一 好 那這樣呢 cossita等於多少呢 cossita 是等於 cos負一 負一 負一的話 是等於cos負一 cos負一 howl 是3 5 這3 3 啊 sita 等於3 負一 負一 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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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四 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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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公司 所以批別 桌邊在哪裏 這個我們算出來 這個是 等於三根號 這座標是多少 這座標的話 這是 cos 是五分之三 三乘以五分之三 這是五分之九 這二乘以乎的五分之四 二乘以五分之四 這是五分之八 所以 批一點的座標在哪裡 批一點的座標就在 五分之九 和五分之八上面